在不久前落幕的法国总统选举中 极右翼政党候选人马林勒庞虽然输了大选 但他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却在不断崛起和壮大 眼看社会逐渐往右走 让彩虹群体如坐针毡 作为全球第14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配合第40届同性自豪大游行 上千名评学分子走上巴黎街头 以再歌再舞的方式为统治权益发声 并寄望形象开明的新总统马克龙 可以带来新气象 争取统治平权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而在民风开放的墨西哥 彩虹旗这一天在首都飘扬 上千名同性恋 双性恋与跨性别支持者穿上吸引眼球的奇装衣服 昂首阔步地走上改革大道 与整座城市一起疯狂欢庆着 专属于他们的节日 现场就像嘉尼华一样热闹非凡 镜头转到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同样有上千民众 配合我们在一起主题 凝聚力量上街游行 呼吁人们停止对同治群体的歧视 共创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 大力表态支持同治群体的参议员 洪迪维洛斯当天受邀发表演讲 他曾在去年向菲律宾国会提成 2016年反启示法 好让同治群体可以在职场和受教育权方面 获得平等的对待 不过这项法案到现在还没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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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